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律 马上先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正元排版特别条例预算提高到 六千三百亿元延长一年 本土疫情升温 机翼不能拟重启商业服务业纾困措施 而电力供应报告出炉 未来七年用电年增百分之二点五 将新增四组民营电厂燃气激素 台中出现百亿标案 绿美图第一排土地 每平约三百八十万标售 好我们再来带您关心台股 收到疫情升高 可能性降低消息激励 台股今天盘中反弹一度翻红 上下震荡近六百点 守住半年线直哨 那么十一点多跟一度反弹 上涨了百点收复万六关卡 投股指出呢市场讯息人多空交战 台股上档压力在季线赴金约 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点 半年线约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九点应有支撑 短期指数在季线跟半年线兼震荡 提供给您参考 好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美国十二日公布四月者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十二年来最大增幅 加剧市场对通膨的疑虑 利率交易员正提高押注联准会 可能在明年被迫升息 比决策官员暗示的二零二三年的时间点 大幅提前 十二日美国股市大跌 四大指数收黑 道琼重挫六百八十一点 全球晶圆龙头台积电加入美国半导体联盟 专家解读这可能让中方更难达成 不依赖美国技术半导体自给自足的目标 华航十二日起大规模调整航班 冲击华航运能一到两成 华航董事长谢世谦首度署名 发公开信给机组员 温暖向机组员喊话 谢谢您你们辛苦了 强调在众多同业亏损中 华航人角出亮眼成绩实属不易 希望齐心合力度过疫情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周三在推特上表示 出于对能源消耗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担忧 特斯拉将停止开放比特币购买汽车 消息传出后比特币在一分钟内下跌近百分之五 随后更一度跌破五万美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美国主要的半导体公司近期成立联盟 要求美国政府为晶片制造提供更多补贴 而联盟的成员也包括了台积电跟三星等半导体公司 另外传出美国延宁五月二十号 再次举办半导体虚拟峰会 力邀台积电英特尔跟三星等半导体业者出席 五月十一号多家科技巨头筹组美国半导体联盟 成员就包括苹果 微软 谷歌 还有英特尔 回答 高通 AMD 此外还有台积电 三星等半导体公司 美国半导体联盟公开性提到 半导体对现在和未来都非常重要 跟云端汽车产业还有国防安全基础建设息息相关 科技巨头成立联盟喊话国会 要调整美国晶片制造法案 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资金和补贴 因为其实在美国方面也已经发现到的 就是说半导体产业就是一个所谓的 国家战略级的产业 在以前没有这么说 但是现在就必须得这么说 然后就需要美国政府在这个部分 在资金上面给予大力的支援 拜登政府三月底就曾提出 2.3兆的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也要求国会通过500亿美元 半导体投资方案 不过至今选额微决 实际上台积电虽然敲定赴美投资 近期就传出当地设厂成本 竟然是预估的6倍以上 以太极电设立5奈米晶圆厂 每月2万片产能为例 除了固定成本土地较为便宜之外 后续变动成本包括水费电费人力 出估至少就差距2到3倍 未来政策补贴能否延续 人才竞争力供应力上下游群聚 能否成型都是挑战 问题就是出在后半部的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打造一个有效的晶圆 在公布甚至是半导体的产业链 亚利桑那州甚至于其他州 会不会给予充足的人才的 高阶人才的资源 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博士硕士 然后来支援半导体产业 这些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对美国的政策 其实是比较持保留态度 美国将半导体视为国家战略产业 但观察相关政策 欠缺长远布画蓝图 也让专家态度保留 而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金片黄问题 市场也传出美国延宁五月二十号 再度举办半导体虚拟峰会 日邀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半导体业者 还有Google 亚马逊福特等车界巨头 也会出席 新来电视胡宗汉 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好 再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 报纸讯息 红博社台湾疫情直接升级 股市能出现十四个月以来首次崩跌 金融时报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势创下 2008年以来新高 孤尔正日报 美国新增就业机会创新记录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丰田汽车年轻率成长的百分之十点三 涨势意料不受晶片短缺影响 随着数位时代5G的快速发展 游风需求攀升 商机看涨 而从汽车引擎 医疗器材 到半导体等制造设备都需要游风密封件 我们要带您看到一家在台湾 近超过二十五年的游风业者 透过数据延伸出游风溯源管理系统 打响台湾品牌 赢得了欧美国际指标大厂的青睐 负责高精密制成的机械手臂 灵活运转 幕后工程是担任机械 关节角色的密封元件 游风 随着数位时代 5G的快速发展 游风客户化需求攀升 耐使用性是一千万次 那现在如果进到未来5G的世界里面 它可能就必须达到五千万次 数据的累积就非常重要 数据是进攻5G市场的关键之一 不仅蛻变成进军欧美国家的基石 更衍生出完整的游风溯源管理系统 如果你要跟世界接轨 这个追溯管理势必须要能够查得出来 你当初的条件是如何 对于客户端而言 才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保障 游风看似简单 背后有着繁杂的制程 必须经过混链机 熟成和预行机成型等工序 以及多项严谨的评管检测 才算合格 一直走在不断自我要求的路上 中启荣享用诚信的经营模式 将台湾产品能与世界接轨 经营架构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 才会完整 台湾是有能力做出好的东西 让台湾能够跟很多世界性的资源 能够接轨 中启荣团队目前已成功开发 许多种类不同的基质材料搭配运用 能做出具有独特功能性的游风密封件 他也期待台湾的游风产业 在新时代更加耀眼 好的 您看到明天五月十四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四月零售销售工业生产 本田汽车公布财报 鸿海法说会 扬名股东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